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的核心科技就是两个 一个叫视觉识别 视觉识别就能找到每个人的鼻孔和烟布 那您知道视觉识别 我们中国在人脸识别技术上 在世界上还走得很先进 那我们现在人脸识别技术 已经很普遍的用于海关 像机场 还有身份的识别 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宾馆 实际上都是面部识别 因为它的准确性还是蛮高的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利控 那么这个利控它就要求 我这个采样的试纸到位以后 它的这个利控 我们现在算法是0.2牛顿 那么今后可能还要调 那是0.195还是0.19 还是0.21 那我们这个呢还要继续优化 因为它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那未来呢 这个把这个自我学习的程序植入了 自己都会学 它随着它也和我们人一样 它采样的越多它越熟练 那以后呢就要给它一个自我深度学习的一个功能 那么让它呢 采一个记一个 采一个记 那记多了 它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这个人已经采过一次了 它就会记住 那下一次它就知道它这个鼻孔 尤其是有的人说采一次核酸 要两天采一次 对吧 我们进到隔离病区 或者每天采一次 那么这个人算法以后就固定了 疫情呢可能会结束 但是人类 威胁人类的疾病 会不断地出现 所以这种呢有风险 可能给我们医护人员和患者造成交叉感染伤害了 那么最适合这个时代用机器人来完全代替 主意 continued bunu 看到 我们 都 很 我觉得 所有之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